我們政府花了14億 去搞數位身分證 被認為說這要搞什麼鬼 到底搞的什麼東西 各自會外洩 最後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他們就要組織一個 調業小組調文件 結果發現這些文件 都被馬賽克 通通都遮 遮黑了 看不到內容 權側塗黑 所以國民黨委員說 正好說我們為什麼 國會需要擁有調查權 我們現在跟你們調查 你們說序尾儀 應付我們一下而已 所以都是黑的 就跟以前什麼疫苗一樣有沒有 然後後面都是黑的 重點都花黑 那你說幹嘛 序尾儀就說 我帶了檸檬片 用檸檬汁 柳丁汁火烤 火烤可以再給他復原 想像這種方式 我看也很難 國民黨委員說 好吧 你之前如此 張宙人說打算凍結 把預算都給你刪回 都刪掉 而且剛好蘇菲員成分證 就是107年的時候 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推動的 整個表現402億 已經花了14億 內政部說我們塗黑 是依法遮蔽 該遮蔽我們就遮蔽 但是每個地方都該遮蔽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資料一頁一頁翻開 內容用色塊塗黑或馬賽克遮擋 這是內政委員會數位身份證 調閱小組要求提供的資料 但除了目錄 其他內容根本看不到 這本書是要用檸檬汁 還是柳橙汁 還是用火烤的方式 才能夠真正把它解密 我們有到政府有這麼創意嗎 下次我們可能進去調閱的時候 我們都要多攜帶一些工具 數位身份證是總統賴清德 當行政院長推動 但後來發現有個資問題 繼任的行政院長蘇貞昌2021喊咖 來因立委批評 根本是錯誤政策 因為光是機器 給中央音質廠的錢 和廠商的和解金 就高達14億元 現在還要每年編6千萬 維護沒再用的機器 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包含其他的13億 我們這6千多萬 我們準備在下一個會期的 預算會期 我們要來凍結這個預算 或不惜要刪除這個預算 據了解整份資料 並非都是內政部提供 裡頭還有夾雜其他部會的資料 至於為何要遮擋 內政部給出這樣回應 他說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18條第一項 第三條的規定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我們要求他提供相關的會議記錄 結果他居然是回文是說 不便提供 調查權聽政權國會改革無法為什麼重要 如果今天花了14億全民買單的公帑 到底還要浪費多少錢 如果立法委員連這些資料的調閱 你都要給我的是無字天書 質疑內政部的同時 國民黨也要藉其凸顯 力推國會改革的政黨性 這個案子大家剛看的很離譜對不對 剛看S of T的時候 你看到有很多地方被塗的 它是一本裡面一些地方被塗的 有離譜的是什麼 有一本是一千多月 全部 一千多月全部都塗了 我們問他說你拿來要做什麼 你就不要送來 為什麼一千多月全部都塗 第二個也是很離譜的 他這個顧問公司叫做國聚 至少查到他有開了六次的會議 跟內政部說叫他來 到什麼 會議紀錄 到現在不給你 你看這兩個事情離譜 第二個是錢的事情 也是非常的離譜 他之前講說 他們要跟這個廠商 廠商告他 廠商說要求廠10億 他就跟我們 可是跟立委講什麼 他只賠了2.8 結果後來就發現什麼 他有規劃會用什麼 設備的採購 一共現在已經丟進去的 已經是14億 離譜到 而且離譜到 現在每一年 他就沒在上班 所以維持費每一年 還要再六千萬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砍預算的問題 我記得整個 政治責任都應該去追究 這個當初就是賴清德推的 而且我強調一個點很重要 不是只有追究說 為什麼沒有停下 當初為什麼 規劃沒有完整的事情 在比較先進國家 你本來要推一個數位身份證 本來就應該做 為什麼台灣 連一個數位的身份 身份證都推動不了 這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一方面追責任 一方面怎麼樣把這數位身份證 把它推好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我覺得那個民進黨 最喜歡說什麼事情 不要搞黑箱 結果他們現在好了 很厲害 會製作黑書 整本都把你塗黑的資料 然後送來給你看 那更厲害的是誰呢 是民進黨的立委 人家民進黨立委說 送來的資料 他有看 沒有發現重大瑕疵 那個都被塗黑 我是不知道這位立法委員 你到底是怎麼看的 看了沒有重大瑕疵 人家這個是最厲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民進黨 他就是雙標 自己就一直喊別人做的事情 就是說像我們說國會改革 他就說你黑箱 明明就是竹條這樣子表決 他還說黑箱 結果自己一個數位身份證 搞得亂七八糟 今天立法院正式要求 要調閱小組 要看資料 你還可以搞成一本黑書 然後讓大家都看都沒有 只有你們民進黨立委看得懂 那所以這個就更突顯什麼 這個未來國會的這一個聽證調查的重要性 如果未來正式召開聽證會的時候 都不會遭遷 所有的官員你都必須據實以告 你必須講真話 沒有你模糊的空間 更沒有你上下其手的空間 所以對於這次為什麼國會改革裡面 聽證調查選這麼重要 就是我們立法委員是要幫人民 好好的監督行政院 但是只有民進黨立委把自己做小了 喜歡當立法局說這樣叫做擴權 所以請人民要必須支持 這個國會改革 從這邊就看出來 難怪他們那麼怕國會的調查權 根本不給你 到時候你現在 到時候要藐視國會等等 如果我知道沈復雄那時候版本 民進黨的版本 像這樣畫的 要罰有期徒刑七年以下 現在這是國會改革 就很客氣 我們改成一年而已 不是知道沈復雄想要氣 其實我們在交通委員會 我不是在內政 我在交通 交通委員會裡面 目前最大的案子 就是靜電視調閱小組 我們看到的黑的bar沒有這麼多 就是土黑沒這麼多 可是拿到的資料 基本上都是我們已經拿過的資料 甚至這樣講 我從國商委員那邊拿到的資料 還比我從NCC拿到資料 還要完整 還要有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看 那時候一方面我在看 我一方面跟魯明哲委員說 怎麼這樣 我們就乾脆拿國商 可是有些我們特地要求的一些 像說他們靜電視的 董事會的會議 像說靜電視他們怎麼樣 股東的一些選擇 完全沒有 一點都沒有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這個 他說這個是機密不好公開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想要知道這些事情 甚至這樣講 靜電視他們可能 靜電視是不是無辜不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要出點說其他 尤其是NCC的作為 這幾年NCC應該是最仇恨值 如果說委員們有仇恨值 那政府部會裡面仇恨值 前三名跑不掉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 第一個黑箱 第二個不公正 第三個我們都不知道 他的評論標準是什麼 我想所有電視台 所有的媒體都一樣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NCC給我們的資料 居然就是以前給過的 或者是說一些 無關情有行銷的東西 然後比我們自己拿到 還少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如果聽證全部拿過來的話 實在是我們潰為當 潰為這幾萬票 人家投給我們這幾萬票 安提菲 其實我想大家立委 他需要有問證的資料 這都無可厚非 而且也確實相關單位 也應該要去提供 可是剛剛講說 然後就是說在國會改革 就用這個 然後跟國會改革 所謂聽證權 調查權 把它混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像 剛剛大家所說的 大家來討論 然後把這樣子凸顯出來 我相信可以得到更多 民眾知道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國會改革 到底你們所主張的是什麼 所以反而你用這樣子 一下子 然後過了之後 然後就這樣子 為了要擠在5月17號 當然就會有些反彈 那你說這些 為什麼都是這個土黑土黑 那確實 因為如果把資料 這個媒體都非常多 因為現在國會整個 包括委員會 包括整個所謂的協商 都是一樣 都是公開的 過去都沒有 過去完全都沒有 像從蘇嘉全到有習慣 其實都一步一步 就是把所有的都公開 那麼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這個 你內政部提供的資料 是這樣畫黑的 委員就可以把它露出來 自然所有的選民就會 心中有一把尺 這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現象 我以前跑立法院的時間 也非常的久 沒有行政院敢這樣子對待立法院 這裡面就是立法院已經把行政院 給灌壞了 如果今天是機密資料 就申請機密會議 如果是機密資料 你就先把它列為密件 然後接著 那麼只有遵守保密協議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到會議裡頭 然後去看機密資料 這個是對待機密文件的做法 坦白說這個是數位身分證 請問像各位數位身分證的 整個的討論過程 開會紀錄 然後還有這個決策的過程 以及如何跟廠商談判的 這機密在什麼地方 花了14億 然後接著告訴立法委員說 你們通通不准知道 這算什麼行政院 行政部門 其實最近這類的案件非常的多 剛剛佩祥委員所提到的是 靜電室的案子 靜電室的案子 其實已經有不斷的股東去抱怨 或者提出他們的證據 告訴大家說 靜電室違反了NCC所要求的 所有的事項 但是依舊核准它成立 這件事情難道不應該去調查嗎 因為核准這件事 它是一個公共性的事物 那不只這一些 這個雞蛋的問題 其實你知道在國會改革 吵吵鬧鬧的過程當中 我們那個書譯 就是在那個醫院裡頭 那個點滴有沒有 大缺貨這件事情 利用大缺貨的過程 就跟買雞蛋一樣 又到海外去買了雞蛋 然後又比國內貴了非常的多 也比當地買的價格要貴了非常的多 但已經沒有人關心了 所以只要在台灣 因為無能所發生的災難 通通變成很多人的國難財 雞蛋是如此 書譯是如此 數位身份證是如此 禁電室是如此 國會改革 如果不能好好查這些案子的話 請問一下我們要國會幹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